各位兄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住的会计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第六节套期会计 也就是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有人说老师你说错了 不还有个第七节吗 第七节金融工具的披露 我从来都不讲 大家作为常识性的东西看一下 我们只要把第六节讲完 就意味着第十三章所有的内容 我就已经讲完了 其实第六节套期会计 针对的是我们第24号准则 就好像我们前面第五节金融资产的转移 它针对的是第23号准则 而剩下的几乎是22号准则的内容 所以这一章至少包括三个准则 不论它准则是多少 听着高大上 该学的知识你总还得学吧 那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的内容 先看第一个标题 套期会计概述 先看第一个套期的概述 啥叫套期 首先对于企业来说 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可能面临着各种风险 这种风险 比如说外汇风险 利率风险 价格风险 性风险等特定风险 这些风险对于企业来说 不都是企业的命门吗 如果你没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相当于是什么 练武功的人什么 金钟罩呀 铁不山呀 他总得有命门嘛 所谓的命门就是他的软肋 这个软肋 你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你练金钟罩 可能你的软肋是在眉毛上 什么眼上随便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厂口 所谓的风险厂口 就是你的软肋 有风险 可是我不想有风险呀 那么我就采取一种办法 指定 指定什么 指定金工具作为套期工具 来了 这个套期工具是干啥的 是规避风险的 是抵消风险的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以使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 或现金流量变动 我不是说了吗 它是抵消风险的 预期抵消被套期项目 你看 有套期工具 有被套期项目 全部和部分公允价值 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管理的活动 所谓的公允价值的风险 我就是把公允价值 比如说 我手里有现货 我就把它下降 而现金流量的变动 我就是怕我少收钱 多收钱 这样的风险管理活动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什么 套期 有人说你说的在高达上 我没明白 那管啥用 好 我给你简单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所说的价格风险 假如说 我现在手里有一批现货 我们经常最简单举的一个字 不就是铜吗 假如说我手里有一批现货 铜 你手里有的东西 你最怕什么 最怕将来你在价格高的时候没有卖 等价格低了 你卖了 那不就赔了吗 对 所以比如说这批现货铜 假如说价值 按照现在的市价来说 假如说是一百万 那如果我现在卖 我应该收一百万 可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你什么 你现在卖不了 可是我又怕怎么着 我又怕万一将来价格真的下降了 比如说有一天价格下降到九十 我再卖 那我不就亏损多少 亏损我们所说的十万吗 这不就是价格风险吗 这不就是企业不愿面对的 对 那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 我能遏制这个亏损的发生 有 什么办法 比如说我们用期货 来给他进行操作 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 是不是现在现货的价格 假如说这批铜值一百万 那是不是期货来说 我们炒着买炒卖的是合约呀 我也可以炒买炒买铜的期货合约 没问题吧 您不是担心价格会下降吗 对 那是不是现在我认为你的价格是处于高位的 我这么说能听懂吗 没问题 现货和期货 我们通常认为它变动的趋势是一致的 啥意思 就是现货要处于高位 期货也会处于高位 现货要处于低位 期货也会处于低位 那么实际上我在这有种假定 您不是现在处于高位吗 现货值一百万 假定不考虑其他特殊的情况 我假设期货也值一百万 可是我等不了 我真的现在又不把这铜卖了 我将来再卖 如果价格下降 我不就赔了吗 对 那我就在期货市场给它操作一下 怎么操作 期货是可以买空卖空的 现在你不是断定它处于高位吗 那好 我就在期货市场 在高位的时候 我给它卖空 卖出相应的期权和鱼 那么这是高位我卖了 其实现货市场我做了 我啥都没做 我就是手里捏这笔铜 我就是怕将来价格下降了 我在期货市场先给它高位卖出 好了 有一天我的担心真的实现 真的成真的 有一天价格真的怎么着 下降了 那我在以90万卖的时候 这个亏损 对于我来说 可就不是假想的亏损 它是真的亏损了10万 那大家想一个道理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现货跟期货市场的变动趋势一样 你现在现货和期货处于高位 你是不是进行了一波操作 你给它卖空了 对 那么将来处于低位的时候 我期货市场 我在给它怎么着 买入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在这种情况 我给它结算 我是高价卖的 低价买入的 如果这个思路 你要给它捋不顺 你把这俩顺序颠倒一下 其实操作的事是先卖出后买入 你给它理解为先买入后买出 我90买的 100卖的 期货市场 我是赚了赔了赚了 这时期货市场 我等于是盈利多少 10万 这个盈利10万 我问你俩问题 第一 为什么会盈利10万 因为我认为你现货期货的变动趋势一样 先是高位 后来下降变成低位 所以我在高位时是卖空 我低位时买入 最后我进行结算 所以我期货是盈利了10万 第二 我这盈利是真的盈利吗 不是 你会发现这边盈利10万 期货市场盈利10万 现货市场不就亏10万吗 在这种情况下 盈亏如果各10万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不亏 不赢 是不是实现了我的目的 我这儿在现货市场卖90 我收90 期货市场我赚了10万 我收10万 我最后还是保证了100万的收入 说收入不合适 我收到100万 那是不是跟我当时100万卖出去 我等于是一点损失没有 对 我就是通过期货市场的这样的操作 我把风险给锁住了 这就叫套期 所谓的套期 就是在现货和期货市场 给他进行一种什么操作 这个期货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套期什么 工具 我就是用套期工具的盈利来抵消你现货 铜 你的风险 抵消你的什么风险 价格风险 那么对于铜的现货来说 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套期 项目 我是用套期工具 抵消了套期项目的什么 价格风险 其实有一个简台词 大家发现了吗 你最终要的结果可能是不赢不亏 并没有产生额外的收益 其实在你把收益跟亏损抵消的时候 你不会出现额外的生意 但是你也怎么着 hold住风险 所以hold住风险就意味着你的收益也不会出奇的高 其实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把套期理解为 它不是要求赚 它是为了抵消风险 道理就在这 所以套期工具里边的期货是套期工具 而我们所说的现货的同时被套期项目 就是通过这样的操作 我把风险给抵消了 你再翻回头看这定义你就明白了 因为企业为了管理 我刚才举的例子是价格风险 它有风险长刻 我就是怕你价格下降 所以我才指定金融工具为套期工具 我刚才指定的是期货为套期工具 以使套期工具的变动 预期抵消被套期项目现货同的风险 所以有时我们把套期也称之为套期保值 只是为了保住这个值 而不是为了盈利 就整个道理 这是我们套期的什么定义 那么第二个套期的分类 套期一共分为三类 第一类叫公允价值套期 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 所谓的公允价值套期 实质上是指对已确认的资产 或者已确认的负债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账上是不是有一批现货同样 对 这个同存货 或者说同现货 不就是我已确认的资产吗 或者已确认的负债 我后边会给你讲 发行债券 这些都可以成为公允价值套期 还有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还有什么 上述项目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已确认资产的组成部分 已确认负债的组成部分 到公允价值变动 风险厂口进行的什么套期 这是公允价值套期 你读完了你明白了吗 没有我后边一定会大量的给你举例子 给你解释什么叫公允价值套期 其实后边还有一个是现金流量套期 你只要把这俩能给我区分开 套期这块你基本就才学明白了 那么在这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个 什么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所谓的尚未确认就是还没做分别 在你的账上它既没有体现为资产 也没有体现为负债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某贸易商 它签订了未来六个月后 以固定价格 比如说一百万 你甭管我买多少桶吧 反正我就要买这些原油 就是花一百万 购买原油的合约 那是六个月之后才会买这个原油 至少在现在这原油是你的资产吗 不是 它就属于尚未确认的 而且我已经把价格固定了 就是一百万我买你的原油 我跟对方说好了 将来市场价格不论涨降的多少 我都会给你一百万 您给我多少多少桶原油 这就叫尚未确认的确定程度 其实尚未确认的确定程度 基本上是公民价值套起 有人说为什么呀 我给你分析一下 你就明白了 您现在这价格是不是一百万 是 是现在就要从兜里拿出一百万去买吗 不是 六个月之后买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把现在看成是零 我六个月之后才会花一百万买这个原油 那我现在要担心什么 我肯定担心你六个月之后价格下降 为啥呀 我锁定了我们所说的供应商 我从你那买如果六个月之后 这原油的价格变成了十万就能买 我还咬着牙掏出一百万 从您那买了这个原油 比如说夸张一点买二百桶 您给我二百桶原油 我给您一百万 这是咱俩六个月之前现在就商量好了的 可是如果到六个月后真的市场价格下降了 我可能只花十万块钱 从别人那也蒙买二百桶原油 那站在我这个贸易商的角度 我不就吃亏了吗 我不就吃大亏了吗 对 所以我们要进行套期 我把这一块内容给你擦了 我给你分析一下 首先由于你已经锁定了供应商 而且你跟供应商的购买价格已经固定 将来你拿出的钱就是一百万 你的现金流出不会发生变动 如果你要抵消的是 你拿出的钱的金额的多少 那叫现金流量套期 而现在你把价格给我锁死了 你拿出的钱 不论将来市场行情如何变 你就是拿出一百万 它绝不是现金流量套期 那么不是现金流量套期一排除 那它变动的是什么 公允价值 它属于公允价值套期 为什么 将来这市场价从一百万要掉到十万 这不是原油的公允价值在变动吗 我就是怕这种变动给我企业带来风险 那么将来我担心未来的现货市场价格下低 我从别的那买 只要花十万块钱就能买二百桶 我跟您今天签了个合同 我花一百万买二百桶 我就是担心我高价买入 那怎么办呀 是不是我至少能证明 现在原油的价格是处于高位呀 对呀 否则将来价格下跌 是不是将来处于低位 对 那我就在期货市场蒙的蒙的出来 先给它高价位的时候 卖出期货合约 那么将来如果价格真的怎么了 真的下降了 变成十万了 那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是多花了九十万 咬着牙买了二百桶原油 对呀 我现货市场我亏了 但是我价格下降的时候 我在期货市场在低价位买入 你高价卖出合约 低价买入合约 你是不是期货市场等于赚了九十万 你这边多花了九十万 这边赚了九十万一底 不就等于是没赢没亏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起到套期保值抵消风险的一个作用 这就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我想我就分析完了 你记住了 将来只要你收的钱或者你花的钱不变 现金流量不变 不论是流入流出 只要不变 它就绝不是现金流量套期 它就应该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公允价值套期 所以公允价值套期 你将来经常能看见价格固定这几个字 我就先给你举个例子 这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未予筹谋 好 我们看2018年的多选题 下来各项中能够作为公允价值套期的被套期项目有 是不是我们前面说过了什么已确认资产 已确认负债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还有上述项目的组成部分 是不是就这几个 对 那咱们看一下 已确认的负债 有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有 已确认资产的组成部分 有 还可以是已确认负债的组成部分 等等 选项地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没有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 B C 这三个选项 所以公允价值套期的被套期项目有哪些 已确认的资产 已确认的负债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或上述项目组成部分 一定要给我牢牢的计识了 那好 我问你一件事 这个公允价值的变动可能是源于某种特定的风险 我刚才举的什么铜价格下降呀 什么未来现货市场价格下降 是不是都在说价格风险呀 对 那么除了价格风险 还有没有别的风险 当然有 比如说利率风险 比如说外汇风险等等 这些风险都将会影响企业的什么随意 或者是影响我们所说的其他综合收益 有人说影响随意 我好理解 将来后边我们账务处理要用的一个随意类科目叫套期随意 而且主要影响它 那公允价值套期什么时候会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来了 就是如果你要涉及到宗股 给个词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 权益工具投资 这不是宗股吗 对 是宗股作为套期工具吗 不是 我们仅限于企业对宗股的公允价值变动 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 也就是在这里边 宗股其实是被套期项目 因为宗股核算非常特殊 它的公允价值变动是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我将来不论你选择的套期工具是什么 你那儿的公允价值变动也给我记其他综合收益 而且你应该现在知道了 一个是涨 一个是降 一个是借方 一个是贷方 如果我要是借贷给它抵消的话 是不是正好相抵 对 所谓的套期 就是用一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 把它的风险预期抵消掉 所以谁为宗股套期将来他的这个变动额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有人说老师我没明白 你可以不明白 我后边会单给你举例子 但是你要记住公允价值套期 他将来有可能对应科目是套期损益 有可能对应科目是其他综合收益 直到用其他综合收益的事 为宗股套期就可以了 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我还想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我们换一个例子 你前面不都是价格风险吗 如果这回我要面对利率风险 那我如何套期 比如说在这有一例子 写签订一项以固定利率 发现了吗 什么固定价格固定利率 这些是公允价值套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换浮动利率的利率互换合约 对其承担的固定利率的负债的利率风险 你看我这锁定的不是价格风险 是利率风险 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 敞口进行套期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率互换 利率互换可能是固定换浮动 也可能是浮动换固定 但是您别错了 固定换浮动是公允价值套期 浮动换固定是现年流量套期 有人说我记不住 没让你记呀 我给你分析 在这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某企与2018年1月1日 发行一笔5年期固定利率的债券 慢点 所谓的发行债券 不就是你老人家给人家打了一张欠条吗 对 那既然你老人家给人打了一张欠条 站在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 它就产生了一种义务 还本付息 你说啥 还本付息 那你要支付的利息是多少 比如说债务本金是1000万固定利率 我锁死了是个固定利率7% 那我每年要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 是不是就定了是70万呀 对 这是我的负债 我的义务是还本付息 但是我怕 怕什么 就是如果万一我今天 现在我支付了每年70万的利息 我是用固定利率算出来的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对 可是如果谁能说的清楚 以后呢 万一在未来的时候市场利率变了 不是7% 您这1000万是不是等于给人打借条 筹集到1000万 你付出的代价是付息 还本 还本没什么说的 如果市场利率 比如说变成了4% 那我可能要支付的利息是每年只要40万 我就能得到这笔钱 对于我来说不就等于是什么 我发行的时机不对 如果将来的利率要下降了 那不就等于我现在付出的代价要多吗 前提条件是我担心利率怎么着下降 这就是利率风险 可是每个人的观点都是样的 不对 银行跟我的观点不一样 银行认为利率不但不会下降 银行认为利率还会上升 站在我企业的角度 如果银行要认为利率会上升 那我何不跟银行打个赌呢 那我接下来就跟银行打赌 我签订了一份本金为一千万的两年期 你看啊 我是五年期的固定利率战线 但是我跟银行打赌 可以只打赌两年期 没问题 我只锁定前两年的风险 我只认为未来两年 它的利率可能是下降的 那么人民币利率的互换合约 在这种情况 那要打赌了怎么办 将来我本来应该是 每年支付70万的固定利率 对应的固定利息 听明白了吗 站在企业的角度 本来我应该支付固定的利率 产生的固定利息70万 我不是认为利率会下降吗 利率下降了至少现在按7%来说 如果利率下降了4% 那我不就等于是要多花出钱吗 可是我不想多花 而银行正好他认为利率上升 我们俩叫打赌 打赌什么呢 将来我既然要打赌 那我可能要支付一部分打赌费 这些就不再说了 那么打完赌之后 银行说这样 你不是认为固定利率可能会下降吗 我替你支付这70万的固定利息 也就是说银行每年拿出70万给了您 您给了买您债券的这个人 而实际上呢 银行认为利率会上升 那么他可能签的是一个浮动利率 跟我打赌 他签的是浮动利率 就是我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 就是银行给我70万 然后呢 我把这70万给了买我债券的这个人 这件事是不是就了结了 没有 那么将来我会给银行一笔钱 我给银行的钱是按什么利率给 我是按浮动利率来给 假如说真的被我企业踩中了 利率真的下降了 你看这边你替我付了70万 如果利率真的降到4% 这边我给你银行上浮动利率4%的给 我只给出40万 我企业不就等于是赚了30万吗 不就整个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套期 就等于把我的风险转嫁给银行 那有人说万一利率没有下降 我预估错了 真的上升了呢 真的上升了你可能就赔了 但是你赔了也不会赔的太多 具体情况我们不再往下说了 往下看 将来就是银行为我企业支付固定利息 他每年给我70万 我给买过债券的这个人 但是我支付给银行的是浮动利率的计算的利息 而且每年付息一次 那为什么这样给就是公允价值套期 我给你分析一下 是不是你发行债券的时候给的或者说约定的是固定利率 对 前提条件是我企业担心利率会下降 那有人说如果企业预判利率会上升的 我在低价位打了一张前条利率会上升 我本来就没吃亏 我可能就不讨气了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担心利率会下降 那是不是我才跟银行打了这个赌呀 对 那大家想一想 我发行债券的发行价格 是不是应该理论上等于我以后每一年支付的利息 给他折现折到现在的金额呀 对 也就是说我债券的自身价值应该是本利和什么 折现 如果你利率下降了 你想一下在你把每年的利息折现的时候 除以一加爱的几次方 加上最后本金除以一加爱的几次方 利率不就是在这充当我们折现率吗 如果你的利率要下降了 分母下降了 算出的结果的这个数不整个反而怎么着上升了吗 对于我来说 我是企业 我是负债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负债的公允价值 就会什么上升 但是我怕 我怕他公允价值有变动 所以我才跟银行打赌 那如果我要问你 我锁定的是不是这种负债的公允价值 对 所以他是公允价值讨计 如果你还没明白 我再给你个信息 站在我企业的角度 我不论是给买我债券的这个投资人 我还是给银行 我给的每年的利息都是一千乘以百分之七 也就是七十万 是不是我没打赌也要给出七十万 我打赌了也要给出七十万 对不对 对 我一分钱没多给 我也一分钱没少给 现金流量不变 他就不是现金流量讨计 那么倒推一下 他不就是公允价值讨计吗 所以固定利率换浮动利率 是公允价值讨计 是从这来的 您可以从上边再分析 也可以从您花的钱不变 这分析 他是公允价值讨计 那好 咱们接着吧 接住 假如说2018年1月1日不就您发行债券这一天吗 我说固定利率是百分之七 您承认吧 我说浮动利率是百分之七 您也承认吧 对 他是一样的 我浮动利率是以后浮动 那假如说真的让我企业猜对了 到了2018年12月31日 果不其然 利率真的下降了 变为百分之六点八 你看 是不是我当时要不跟银行打赌 这百分之六点八 我铁定怎么了 吃亏了 我还要百分之七给投资人的利息 但是如果我现在发行债券 我付出的代价只有百分之六点八 这不是因为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吗 可是我现在不用担心了 我跟银行打赌了 那你告诉我 银行会给我多少钱的利息 实际银行给了我 我就会把这利息转交给投资人 没问题吧 我原来是固定 我现在跟银行换取了浮动利率 那是不是银行支付固定的 对 银行会把这七十万的利息给我 我给投资人 站在我的角度 我收到的固定利息是七十 是真的收到 不是我是过路财神 我把这七十再给投资人 但是我要给银行多少 我要给银行扇浮动利率来给 一千万浮动利率 百分之六点八 我只要给银行六十八就行了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从你那收到七十万 然后给了这边 我只要给你六十八 是不是等于我无形中节约了两万 对 中国有句最俗的话 省就是赚 这就是套七的道理 所以在这 我要问你赚了赔了 你肯定说赚了 产生利得两万 后边的大家不用特意理他 大概明白原理就行了 不是两年吗 你这说的利率互换合约是两年期 我们看2019年12月31日 坏菜了 我打赌失败了 他的利率变成了七点一 要单纯看这一年来说 我本来他的实施的给人七十万利息 可是我非得拿我的固定 跟银行的浮动利率去换 你别总想好事不想坏事呀 那么在这种下 银行还会按固定利率产生的利息 七十万给我 我给投资人 那我就收七十万 但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你不是换成浮动利率了吗 你要给银行的钱 是按浮动利率来给的 第一年企业打多打对了 第二年银行打多打对了 对吧 那我给银行的利息是七十一 你看啊 我这边收到七十万给了投资人 我这边要给银行七十一 我不是赔了一万吗 那综合是赚了赔了 第一年我赚了两万 第二年我赔了一万 是不是累计我还是赚了一万 对 这时候我是不是在为这个套期 我就算套对了 没问题 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公允价值套期 也就是复动利率 固定利率 不是复动啊 是固定利率换浮动利率 就是这个道理 等于我规避了风险 只要利率不断的在下降 那我企业就猜对了 只要利率不断的上升 那就银行猜对了 你要想清楚 各位七主 你现在是在为企业核算 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 公允价值套期 讲完了 该讲现金流量套期 这个现金流量套期呀 它主要是 我们可以这么说 它是跟钱有关系 你可以把它这么认为 就是我怕我的钱有变方 那这个钱可能有收钱 也可能有付款 对不对 我收钱的是我怕少收 我花钱的是我怕多花 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进行的套期 就属于我们这儿所说的 现金流量套期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 是指对现金流量的变动风险 长口进行的套期 这个现金流量变动 可能源于以确认的资产 或者是什么 负债 以确认的资产 或者负债 还有极可能发生的预期 交易 什么叫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是生产什么的 比如说我生产这个书写笔 或者我生产西服 生产领带的 那我要生产领带 那我肯定得买什么 买布 我肯定得买什么 买线 这是最基本的吧 那有人说 你现在买不就可以了吗 因为我怕未来我多花钱 因为我买东西 我就是怕多花钱 那有人说你怕多花钱 趁着现在市场价格 价格比较低 你赶紧把布赶紧把线买回来 不就可以了吗 你说的清楚 小腹难为五米之炊 我没钱 我就知道我将来一定需要这布 一定需要这个线 可是如果我现在真的把布和线 全都买回来了 我放在哪 仓库是一个问题 而且我买回来 我资金占用会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我又怕 怕什么 万一我现在没买 将来价格涨了 那我再买的时候 我不就花的钱 至少比现在多吗 对 这就叫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实际上 你既然怕未来多花钱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 现金流量套期 那么我们除了第二个 还可能是上述项目组成部分 有关的特定风险 而且将影响企业的随益 对于现金流量套期 只有一种情况 您记得不记得 公允价值套期 既可能影响随益 而且是主要影响随益 但是你为增股套期的 可能影响其他综合周围 但是你为现金流量套期的 它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会影响随益 好 那么该说的 我们已经说到这了 那我要问你 现金流量套期是为谁套期 是为已确认的资产 或已确认的负债 是不是这个公允价值套期 也有这个 对 还有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比如说未来很可能买东西 未来很可能卖东西 我就是怕买东西时多花钱 我就是怕卖东西时少收钱 我进行的套期 就叫现金流量套期 那么在这我还给大家举利率互换的这个例题 比如说我这回换个个 我是以浮动利率换固定利率 那怎么换 别着急 还举这例子 某且2018年1月1日发行一笔五年期的浮动利率的债券 那你要是浮动利率 比如说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 可能现在的利率比较低 比如说是3% 但是这个利率是我以后每一年给你利息的利率吗 不是 将来如果市场的利率真的上涨了 将来比如说涨到8% 夸张一点 那我将来就不但3%给你投资人利息 我要8%给你投资人利息 有人说那你不是有毛病吗 你浮动利率 你有单线利率上升了 你就用固定利率 你糊涂了 如果他用固定利率 是不是他有单线利率下降 就是我们前面的公平价值淘气了 那么如果涨到8% 那我将来本来1000万 我每年给你30万的利息就可以了 那可能我将来就要给你80万的利息 是不是我未来给你的钱就会变多呀 对 未来给你的钱会变多 我就是把未来多付给你钱 所以我就是锁定这种现金流量的变动 所以他才是现金流量淘气 道理就在这 还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 我一会再说 那么现在我怕 我怕利率上升 但是还有一个角色 正好跟我认为的是什么 相反的 他认为利率不是上升 而是什么 下降 那么我企业跟这一方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认为利率下降的银行 一排几何 咱俩打赌吗 打赌 那么打赌完的结果 你企业不是认为利率会上升吗 将来我企业就会把这个浮动利率给谁 给银行 我会把浮动利率给银行 也就是说将来你银行 把浮动利率算出的利息给我 我给投资人 如果利率真的上升了 大家想一下银行给我的浮动利率算出的利息 是不是非常多 比如说八十万 那我就把八十万给了谁啊 我就把八十万给了投资人 那站在我企业的角度 我也得有一种义务吧 我姐拿回来的是什么 固定利率 如果我拿回来的是固定利率 是不是站在我企业角度 银行替我付了八十万给投资人 我要按固定利率给银行三十万 假如说固定利率就定为百分之三 那站在我企业的角度来说 如果利率真的上升了 多付钱的是银行 而不是我企业 这不就是浮动换什么固定吧 比如说债务本金还是一千万 利率为银行浮动利率 每年六月三十和十二月三十一日支付利息 也就是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监狱银行签定了一份 本金为一千万的两年期 人民币利率互换合约 你看你发行债券五年期 我可以套期两年 没问题 两年不就是四个半年 要支付四个半年的利息 那么将来我把我的浮动换出去 那么就意味着 谁替我支付浮动 银行把浮动利息给我 我给投资人 我是企业 银行为我支付浮动利息 而我给银行的是按固定利率支付的 比如说这回的固定利率不是百分之三 换个数百分之七 是多少都无所谓 每半年复息死 那就看你谁的眼光好 能不能独队 那么在这我想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 您不是担心利率会上升吗 如果利率上升站在你企业的角度 是不是你未来支付的利息就多了 对 未来支付的利息多了 你不就是现金流量的流出会增加吗 所以现金流量会变动的 当然我是为了锁定这个变动 它就是现金流量 淘气 而现金流量不变的 那是不是就是公允价值淘气 这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判断方法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我现在是发行债券 是不是对于我来说 我跟人打了一张N年期的浅条 对 而我这个债券采用的是浮动利率 浮动利率 我最怕的是利率上升 那如果利率上升了 导致我未来多支付利息 现金流出增大 这不就是现金流量淘气吗 那有人说 还有没有别的验证方法 还有 你发行债券是不是应该 仍然是每一年的利息 每一年的利息 和我们所说的到期的什么 本金也就是面值折先后的金额 对不对 对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利率真的上升了 你想一下 我不考虑本金 我是用利息 除以一加折先率的几次方 这么说没问题吧 如果利率真的上升了 假如说我不进行互换 我支付的利息 是不是会增加 也就说分子会增加 这么说你付气了 另外还有一个 我利率上升了 是不是我折先率也会增加 我分母也会增加 在分子分母同增同减的情况下 我此时的公允价值反而保持不变 也就是本利和折先的金额不变 本利和不就是负债的公允价值吗 本利和折先的金额不变 那不就意味着负债的公允价值不变吗 谁不变就绝对不是那种套期 说明他不属于公允价值套期 是不是也能推出 他是现金流量套期 一样的 怎么推都不会错 好 说到这儿 咱们接着往下分析 假如说此时此刻的浮动利率是7% 我也可以认为固定利率也是7% 没问题吧 因为浮动利率赌的是未来 比如说固定利率也是7% 现在你要想清楚 我怕利率上升 我把浮动利率给了谁 给了银行 将来银行给我的是浮动利息 我给银行的是固定利息 如果利率在2018年6月30日 真让我企业猜对了 果然利率上升了 首先谁给幅度 银行 1000万乘以7.4% 银行应该给我74万吗 不对 每半年复习一次 银行应该给我37万 我收到这37万是归我自己吗 不是 我转脸就给了投资人 这就是我们收到37万给了投资人 但是银行已经做出了他给钱的动作 我企业是不是也要给银行钱呀 我企业给银行钱 我应该按什么利息来算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不是始终锁定是7%吗 那么所以我要给银行的钱就是多少 就是我们所说的半年的70的一半35 你看我这边收到37给了投资人 我这边给银行35 是不是等于我侥幸少给了2万的利息 要不然我就得给37 我现在只给出35 那么是不是站在我的角度 站在企业的角度少给了2万 对 只要你能达到少给的目的 我们就认为你是套期有效 我们就认为你套期有效 所以在这企业少给了2万 2018年6月3日结束了 中间的这块你根本不用管它 你只要知道它是有效的就可以 那么到了2018年12月31日 坏菜了 我本来认为利率会一路上扬 现在利率下降了 你后悔还来得及来不及了 我还是要从银行那收什么浮动利息 1000万乘以6.8% 半年的是34 银行会给我34的浮动利息 我转脸给了投资人 对不对 对 但是我给银行的 您不是浮动换了固定吗 你给银行的始终是固定利率算的利息 1000万7% 一半是35 那么退一步来说 如果你当时要没有换 你是不是应该按浮动利率给啊 对啊 我应该只给出34 可是我现在已经换成固定了 肠子毁清了也没用 我只能拿出35 给了银行 我是不是比我预想的多给了一万 对 那这算不算套机有效 算 为啥算套机有效 很简单 大家想一想一想 你第一年不是少给了两万吗 你第二年多给了一万 累计 你还是少给了什么 一万 还是达到了少支付利息的目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套机有效的 听明白了吗 再往后说 到了2019年6月30 哎呀 更失败了 浮动利率变成了6.6% 如果算半年的利息 利息应该是33 你想一想 浮动已经换给谁 换给银行了 银行只是会拿出33万 给了我 我转交给投资人 但是我给银行的不是固定利率吗 我给银行35 是这个道理吧 对 那我想问大家 假如说我不换 我拿出的钱是多少 如果我浮动要不换 我应该是浮动利率算出的浮动利息 给投资人33就可以了 可是我现在 我给出去的钱是35 多给了2万 这不是怕什么来什么吗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应该算套机无效了 能单纯的凭这一期来说 不是 你看你前两期累计少给了1万 累计少给了1万 如果你这要多给了2万 是不是综合前三个半年 你等于最后还是累计 多给了1万的利息啊 那累计多给1万的利息 是不是跟你当时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对 那既然相违背的 我们就说套机无效 现金流量套机 是要给我区分套机有效和套机无效的 您别错了 那么再看最后一 2019年12月31日 利率上升了 上升了 是不是浮动利率是6.9% 银行会按1000万乘以6.9%除以2 银行给我34.5的浮动利息 我转给投资人 那么我这边还要固定利息 给谁啊 给银行给35 我是不是又多给出去0.5 对 那假如说没有这呼唤 我直接应该给投资人34.5 可是现在不对 我现在是多给出银行0.5 本来我累计多给了1万 再加上这0.5 我是不是累计多给出去1.5呀 这还是违背了 我最初的是我打算少给利息的这个管理目标 所以他还是套期什么 无效的 所以现金流量套期 你要区分一下套期到底是有效还是不效 跟你当时最初的目标一致 我们就认为套期有效 违背你的管理目标 我们就认为套期无效 所以这是浮动换什么固定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金流量套期 我就是怕未来多花钱 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公允价值对于负债来说没变 所以他是现金流量套期 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大家会发现 我今年讲的比往年讲的要慢一些 为什么 因为24号准则套期会计 对大家来说是软肋 虽然我们编书的老师 已经尽可能的写的简单简单再简单 但是他的内容已经是卡达空了 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难点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企业对确定承诺 前面给个定语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就是我还没有怎么着 没有记账 我未来六个月才以固定的价格买原油 这种外汇风险进行套期的 可以将其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也可以将其作为公允价值套期来处理 也就是两个都可以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啥意思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某航空公司签订一下三个月后 这不就是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吗 以固定外币金额 外币金额 购买飞机的合约 这不是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吗 这是教材一条例题 为了规避外汇风险 签订一下远期的外汇合约 对该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 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 比如说我现在就约定好了 是一百万美元买这飞机 那万一我怕也怕什么 万一将来市场行情变了 变成八十万美元就可以买这飞机 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或者是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 即使你的美元没变 人家标准呢 就是说买飞机还是一百万美元 你能保证今天的汇率 跟三个月之后的汇率是一模一样 保证不了 你汇率要变了 你折成的人民币金额 也就是记账本位币金额 不也会变化吗 尤其在汇率上升的时候 不也导致你未来多花钱吗 未来多花钱 我怕这是不是可以叫现金流量淘气 对 而你的固定外币价格 因为金额锁定了 如果市场价格 现货市场价格下降 是不是应该是公允价值淘气 对 所以对于这种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 你可以作为公允价值淘气 也可以作为现金流量淘气 有人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可以了 绝对不是 公允价值淘气将来是你 淘气工具被淘气项目要做两条线的分路 而现金流量淘气你只需要做一条线的分路 所以将来出这种题 他一定要告诉你 我是指定为公允价值淘气 还是现金流量淘气 因为它是均可的 我只能先给大家说到这 那么第三个 境外经营境投资淘气 这一块内容其实在第二十二章外币折算时 我会给你讲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的这种折算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境外经营淨投资淘气 是指对境外经营淨投资的外汇风险 长口进行的淘气 等于没说 你就知道是外汇 知道汇率就可以了 再往下境外经营淨投资 是指企业在境外经营淨资产中的权益份额 还等于没说 再往下说 境外经营淨投资淘气中的被淘气风险 是指境外经营记账本为币 与母公司记账本为币之间的折算什么 差额 有人说我读完这三句话 一个都没听懂 我给你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母公司 你是子公司 你在境外 我们讲第二十二章会学到 你属于境外经营 假如说我借给你一百万 我从来没打算让你还这一百万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第六章长期股权投资说的一样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的净投资 对不对 这一百万 我今天投出的汇率 比如说是六 那在我看来 我长期应收款 折完的金额是六百 这么说你服气吧 没问题 但是如果到了将来 汇率比如说下降了 那是不是无形中我折算出的金额就比六百少呀 对 本来我长期应收款就是六百 但是我无形中折算出的金额就会变少 那么这个对于我母公司来说 实际不就是一种外汇风险吗 那么大概能掌握到这就足行了 其他的我不再拓展的去说 那么这是扩号二 扩号三 套期会计的方法 啥叫套期会计的方法 你现货盈利十万 期货亏损十万 我的目的就是让现货和期货综合抵消之后不赢不亏 这就叫套期会计的方法 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套期 我就可以选择套期会计的方法 比如说工具价值套期 我既核算贝套期项目 也核算套期工具 一个是利得 一个是随时 我正好给他相互抵消 比如说我都记住随意 那么一个是利得 一个是随时正好抵消 他对当期随意可能就不会产生影响 再比如说我为棕股进行套期 那么被套期项目是棕股 它的供允价值波动要记其他综合收益 而我套期工具 它的供允价值变动也记其他综合收益 一个是增加 一个是减少 一定是这样的 你才能抵消吗 这样一抵消 最后其他综合收益可能也没有 这些就叫套期会计方法 我的目的不会突兀的让利润表多一块 少一块 我的目的是套期工具跟被套期项目抵消之后 我保证我的损益没有太大的大起大落 这就叫套期会计方法 拔盖先听到这 能知道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标题 那么第二个标题 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我稍微给大家说一下这 什么叫套期工具呢 我们前面说过了 比如说期货合约 我就是在期货市场上高价卖出 我在低价买入盈利 去抵消你现货市场将来的亏损 那么期货合约 就是我们所说的套期工具 如果你没明白 我再给你举这例子 我举这例子没有任何恶意啊 我只是给大家举成个例子 就是每年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例子 有什么含义 没有 比如说啊 你如果生男孩 假如说我们现在国家的民法典 不说了吗 你要的大额的彩礼 那可能是不正当的 你将来可能要退回 假如说生男孩 比如说女方所要彩礼 我只是举成个例子 没有任何含义啊 比如说所要彩礼十万 可是作为父母来说 我弄不来这十万 那怎么办呢 你想这个彩礼不是女方要的吗 那么如果我儿子娶儿媳妇 人家跟我要十万的彩礼 我是不是可以灵机一动呀 可以呀 将来我在生个女孩 我是不是也可以跟别人要这十万的彩礼啊 对 将来我跟别人要十万彩礼 在我手里 我还没无热 我儿子如果结婚 娶儿媳妇 别人跟我要彩礼 我就把这十万彩礼又给出去了 在我这儿的目的 我并不是想赚钱 对吧 我的目的就是拿我闺女跟别人要的十万彩礼 顶替了我儿子将要给出的十万彩礼 这就是套期 所谓的套期就是为了规避某种特定的风险 那我想问一下 在整个的过程中是谁抵消了谁的风险 当然是生女孩抵消了男孩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女孩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套期工具 而男孩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套期的什么项目 如果你没有明白 您就记住谁带风险谁是被套期项目 另外一方是抵消风险的就是套期工具 您这么理解也可以 我原来想着换一个例子 因为举这例子老有人说 老师你住男青女 没有 其实在我们家女孩的地位比男孩要更高 因为我就觉得女孩本来就柔柔弱弱的 所以我觉得地位更高 我还是举这个例子 你能听懂就可以了 那么所谓的套期工具 比如说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 现在不就等于再说女孩吗 谁能抵消风险 谁叫套期工具 就是市值企业被进行套期而指定的 其供允价值或者现金流量变动 预期可抵消 谁能抵消风险 谁是套期工具 被套期项目 男孩的供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金融工具 就叫套期工具 我们所说的套期工具的类型有这么几类 比如说第一类 以公允价值企量 且期便能记住当期损益的衍生工具 也就是非主流 比如说看档期权 看杰期权 这些不都叫衍生工具吗 但是有一个特殊 就是迁出期权 很少把它作为套期工具 为什么 因为迁出期权本身的风险就很大 你都尼不测过疆 自身难保了 你还抵消别人的风险 那不就是无疾之谈吗 啥叫迁出期权 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甲公司 我自己的股票作为标的物 以公司非常看好我的股票 他认为我股价会上涨 认为我股价会上涨 以公司就跟甲打赌 他会支付一个期权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赌费 比如说五千 五千元吧 那么甲是不是就收到了这个打赌费啊 所以对于甲来说 它的好处就是白得了五千块钱 但是您得到这五千块钱 可是有坏处的 什么坏处 很简单 如果现在一股的市价 比如说八块钱 人家要花钱了 人家就买得了一种权利 什么权利 比如说 人家将来就可以按照执行价格 比如说每股十块钱 买你一万股股票 也就意味着 不论你市价涨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你市价夸张一点 涨到每股八十块钱 我以公司仍然可以以每股十块 买你一万股 那大家想一下 对于我假公司来说 我要把这股票卖给别人是八十块钱 你服气吗 但是因为我当时首见 我收了人家五千块钱期权费 我卖给别人只能卖十块钱 一股我是不是少收了七十 对 一股少收七十一万股 那我就应该少收了多少 七十万 你看我的好处只收了五千块钱打赌费 但是我的坏处 我的风险太大了 少收了七十万 所以我们所说的期权就是看眼光 就看你眼光能不能很准 就这个道理 所以站在假公司的角度来说 它属于千出期权的一方 因为你只收到五千块钱期权费 可能你付出的代价远远比五千大得多得多 甚至按照我现在的说法翻了好几十倍 你是泥菩萨果江自身难保 你自身风险都很大 所以往后你不要再跟我说 我去抵消别人的风险 所以千出期权通常很难作为套期工具来处理 是永远都不能这样吗 不是 我们后边还会在单说 大家看第一种 衍生工具通常可以作为套期工具 比如说最典型的期货合约呀 远期合同呀 利率互换呀 期权呀 或者是具有上述一种和几种特征的工具 我们都可以作为套期工具 我就是怕我手里边的铜将来价格下降 那我现在就高价卖出期权合约 将来我的低价买入期权合约 如果你价格真的下降了 现货市场亏损了 我期货市场会赚钱 一抵消还等于规避了风险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企业只有在对购入期权 包括嵌入在混合合同中的购入期权进行套期时 先出期权才可以作为套期工具 刚才所说的是什么 刚才所说的是我收人家五千块钱的好处 我的坏处是将要少收多少 七十万 通常认为这种牵出期权的风险很大 我们不把它作为套期工具 但有没有一种特殊情况 我就想把它作为套期工具 可以 比如说我还有一种是购入期权 这个购入期权呀 比如说我甲跟乙打赌了 我同时甲跟饼也打赌了 只不过甲跟乙打赌是乙给我钱 我往出签期权 而甲跟饼打赌了 是我给饼钱 我往回买期权 那对于我来说 是不是就算购入期权 我跟饼 对我坏处是花了五千块钱 那我的好处 万一这个股价真的成真了 是不是我可以较低的价格 从饼那买股权呀 对从饼那买股权 可能比市价低 是不是我可能少花好多好多钱 比如说也少花七十万 你看 我跟乙打赌失败了 我跟饼打赌 是不是算成功了 对 此时的签出期权 可以为购入期权进行套期 除了这种情况 签出期权 因为自身风险太大了 不能作为套期工具 那么第三个 嵌入在混合合同中 但未分拆的衍生工具 不能作为单独的套期工具 因为我套期工具是要抵消的 所谓的抵消 我是用套期会计的方法抵消 您这边得做利得 这边得做损失才能抵消 可是您自己都没有分拆开 您不能独立的作为套期工具 就可以了 第四个 衍生工具无法有效对冲 被套期项目的风险的 不能作为套期工具 比如说签出期权 除非签出期权 只另用于抵消购入期权 否则它不能作为套期工具 因为它自身的风险很大 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 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非衍生 那就是主流的金融资产 或非衍生的金融复材 也是主流的 那么可以作为套期工具 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 就是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 并且其自身性物风险变动 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复材 这是啥意思 一会儿再说 由于没有将整体的公允价值变动 技术损益 不能作为合格的套期工具 也就是说 交易性金融复材里边的这种 能作为套期工具吗 不能 既然讲到这儿了 我就正好把这个内容 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交易性金融复材 交易性金融复材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处理方法非常类似 损的投资收益 反映的是我们交易费用 因为它是寄投资收益的界方 剩下的是不是交易费用 都是寄入初始确认金额 对 但是这个交易性金融复材呀 有可能我本身就具有交易性 比如说我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我们在前面讲过 但是有一种交易性金融复材 它没有任何道理 它是直接强行指定的 直接强行指定的 那么交易性金融资产也好 交易性金融复材也好 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反映它的 公允价值的什么波动 比如说负债增加 那就带交易性金融复材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 借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对不对 如果负债减少 那就是借交易性金融复材 带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但是有一种 是我强行指定的 也就是说 它里边含着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而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 啥意思呢 就是您就记住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组合体 我把它指定为交易性金融复材 假如说 我这个指定里边含着自身信用风险的变动 如果你听好了 如果我告诉你 公允价值 比如说变动了 下降了十万 本来这十万呀 我都应该是借交易性金融复债 负债减少机械方呀 借交易性金融复债 带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但是呢 因为它特殊 它里边可能要考虑自身信用风险的变动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你这个人名声很臭 可能如果别人 也就是很普通的大众 他认为他的公允价值下降呀 比如说下降六 而你的名声很臭 你的公允价值下降了十 那我将来就会把这公允价值下降的这个十万 区分成两种情况 哪两种 一个是因为您自身的信用风险变动而引起的 比如说因为你名声很臭 所以你公允价值才会下降 比如说下降了四万 这是我们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 剩下的我把它统称为其他原因引起的变动 别人用不用这么区分 不用 别人下降时直接计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而你要区分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 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咱先说其他原因引起的 如果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公允价值的下降 当然也可能是上升也是一样的啊 如果其他原因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 我们正常的还是计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还是计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这一部分别人会下降 你也会下降 这是一个 但是你比别人额外多下降的这四万 我认为是你自身信用风险 你名称太臭引起的 这一部分我不允许你走随意 走哪 我们将来是走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我还有个规矩 你不能转随意 即使你将来终止确认这个交易性金融负债了 你只能反向给我转到哪去 留存收益 这个点在考试时经常考 而这个知识在我们教材又没有讲 我只能在这给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说你是不太普通的交易性金融负债 别人的公允价值变动 全体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而你要剔除掉一块 你自身信用风险引起的变动 及其他综合收益将来转留存收益 而不是转随意 因为你不是干净的进随意的 当然你不是能作为套其工具的首选 就这个意思 这是第二类 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对于外汇风险套器 且可以将非衍生金融资产或非衍生金融负债的外汇风险成分作为套器工具 但有一种情况特殊 就是在非衍生金融资产当中 如果你选择 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即便能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 权益工具投资 你是不是非衍生金融资产 是 但是实际上我们通常是把你作为被套器项目 你自带风险 所以我们在这要把综合给它排除掉 等于是套器工具是两类的基本情况 加一类的特殊情况 大概能懂就行了 我们真正的账务处理后边 账务处理也就是标题三的确认和计量 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关键 因为这一讲的内容时间已经比较长了 所以这一讲我就先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